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国军喊说他们也要为了可能的冲突来做准备了 而且美国也喊话担心泰师会失控 结果呢 请问我们的蔡英文和赖清德在做什么呢 难道在忙着逛书展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温家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郑立文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辉文 达兵恩 立保员张家俊 大家好 以及前立委蔡振元 大家好 今门发生大陆越界船只驱离的意外 结果导致两岸的情势升温 那么海巡所说是因为对方蛇行才会翻覆 却遭到了检方的打脸 我们看到2月14号的时候发生的 因为驱离的意外有两个人不幸身亡 15号的时候海巡说陆船是蛇行翻覆 可是到了2月21号 现在情况内转 包括了检方包括海巡 后来的说法都改成 承认有多次的接触 可是他们强调的是接触 还是不肯讲说是不是有碰撞 是因为接触才会翻覆 好了 问题是 人家的人已经回到了大陆去了 所以生还的这些渔民 当然接受了对岸媒体的访问 跳出来怎么说呢 我们自己的船怎么可能会翻掉 开极转弯也翻不掉 他们说就是要被撞才会翻掉 他说是被顶翻的 郭正亮质疑说 越界船只逃逸通常都会是直行 那么结果呢 我们的海巡说人家是蛇行 出现蛇行代表有追逐的情况发生 但请问对方到底做了什么事 让海巡要用这样的方式而非驱离呢 他说我严重的怀疑 当时有人员持枪瞄准 认为政府还欠大家一个说明 好啦 其实只要有执法的影像 就能够还原真相了 但是管碧玲说因为事发突然 追逐过程需要保持平衡 所以当时没有人有办法 拿录影的设备 因此就是没有任何的执法画面 可是你知道吗 2020年海巡的制服改版了 当时呢 这个新版的制服呢 做了很多的说明 跟大家来介绍 当中就有这么一项 告诉大家说 这服装上有很多的地方 可以插笔的啦 可以放很多东西啊 其中有一个特别专门设计 叫做门巾密录器的插销 所以啦 制服直接做了一个密录器的插销 让你来放密录器 结果告诉大家说没有放密录器 而且也没有录影耶 怎么可能呢 如果你不带密录器 你设一个插销做什么呢 有人说这是放巧克力棒 还是放蛋卷吗 好了 我们的海岸巡防机关 海域执法作业规范 上面明文规定 第九条告诉大家说 人员执行应该要依照规定 随时以照相录音录影的方式 来搜证保全市政 第十条还说 依法执行职武 如果遇到反抗的话 那这个艰长呢 舰长呢 就应该要完成警戒部署 而且同时全程录影来照相存证 这不就是我们的内规 自己写得清清楚楚的规范吗 赵浩康就问了 海巡人员的密录器 不是是标配吗 怎么出事之后 每个人的密录器都没有开 然后到时候包括你说 因为很摇晃不能开好 那难道到后来搜救跟急救的时候 怎么也没有开密录器呢 到底遮遮掩掩掩释在掩饰什么呢 好 海巡署解释说 这一次查契的这种舰艇呢 是十顿级以下的舰艇 所以没有使用密录器 并没有违法 问题是当天的海巡船上 有四个人呢 一个人驾驶 两个人登检 还有一个人负责警戒搜证 真的完全没有人有空录影吗 那海巡人员外套预置的 这个密录器插销 四个人都没有带密录器吗 那请问一下 这个插槽拿来放的是做什么用的呢 难道真的是放零食来 让大家肚子饿有东西 可以充饥用的吗 李文 从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那么现在还好我们金门的检调 真的是秉公 而且专业的在办案 才发现说原来跟原本海巡署 海委会主委所提出来的说辞 是完全不同的 那是不是一开始就恶意的隐匿 说谎 那当你一旦有说谎的时候 就会使得你的公信力荡然无存 那你后面要再说什么 大家都不相信了 这就是狼来了的故事告诉我们 小朋友都知道的道理 所以诚实才是上上策 应该从现在开始 当检方都已经讲了 有追撞的过程 而对方的渔民在回去之后 甚至于公开说是被撞翻的 不是他们因为蛇行不胜 船自己就翻掉的 那这跟我方的说法落差非常的大 因为这牵涉到了就是 金门海域船只 我方的船只 大陆的船只 不管是什么样的船只 来来往往互相越界 本来就是稀松平常之日常 那越界的时候 就喊一下就叫他开回去 就没事了 这并不是第一件 几十年来都是这样 但为什么是第一件 莫名其妙的要进行追捕 然后导致惨剧的发生 结果呢 更奇特的 引人更加更多的质疑的是 你明明有标配 有密录器 有摄影机 有船的摄影 你为什么通通都没有了呢 是真的没有了吗 好 我要讲的是 本来一开始 我们认为这个是个案 那么到底有没有执法不当 公开所有的证据 证据会说话 就把它当作个案 秉公处理就好了 各自应该要负什么样的责任 法律的责任 民事的责任 这样就会降低 不必要的纷争跟恶意的螺旋 这个没有做到之后 本来是以认为说 会不会是我们这一艘船只 不知道为什么 当天执法过当 但是当管壁林连续一天两天三天 第一天说瞎话 傻话 蠢话 也就算了 接连每一天 发现有更多的质疑的时候 他更讲出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话 就不禁让我质疑说 那难道是管壁林下的令吗 第一个 我要讲的是 如果过去几十年来 互相 大家讲一讲就没事了 为什么这一次会发生 这么严重的一个意外灾害 是不是我们执法方式 从管壁林上台之后 有要求下面的人说 不能像以前这样子 广播一下 他们走了就算了 只要有船进来 就追 就上船 就抓 第一个 是不是上级给了下面第一线的 喊寻弟兄这种不合理 然后非常不切实际 而且危险的命令 否则的话 管壁林有什么样的理由 需要一而再再而三 用这种谎言 不断地来掩饰 船又不是你管壁林开出去的 不是吗 还有 当事情发生了之后 你第一时间的危机处理 为什么说没有影像 是真的没有吗 还是也是管壁林下令的说没有 因为一看不得了啊 这还能够流出去吗 所以这中间到底是谁的责任 你见管壁林讲话 已经没有人能相信了 而你自己是不是希望 透过这么粗糙的政治操作 就想要逃过这一次的责任 因为万一是我们的海巡弟兄 真的这艘船执法过当 而且还是因为上级给我的这样子的一个命令 所以我只好这么做 那管壁林要负最大的责任 所以才在背后 事情发生了之后 一路开始 毁尸灭迹吗 然后开始用各种莫名其妙的话去凹 然后恨不得民进党的侧意啊 然后这些搞不清楚状况的人啊 通通出来义和团帮他叫嚣一下 人家古时候的义和团还真的是有拿刀子上 上马路上去要砍洋人啊 你们这个绿营的义和团 只是躲在自己的键盘后面 荧幕后面躲在自己家里面是虚拟的啊 而且你们这样的叫嚣 不但 那所以老公就会怕了吗 老公就会算了吗 不是很可笑吗 不但不会还激怒对方 最愚蠢的是我们的陆委会主委 居然还出来讲话说 都是因为对方执法不够严啊 他们的管得不够 你还嫌人家对方没有好好执法就对了 所以才会纵容大陆的船只 跑到我们的海域来 哇塞 你真的是哪壶不开庭 你哪壶哪坑不挖 你挖哪坑 跳哪坑啊 好啦 那现在大陆的意思又说 是要我们好好执法是吧 那我执法给你看 管壁林第一天不是又说 第二天发生事情的时候 还叫我们的船被人家上船 这个领检嘛 不是领检啊 检查 管壁林还说 乖乖地停下来干嘛 跑啊 赶快叫我们 台湾的这个海巡署来啊 海巡署的船只来啊 意思是叫我们老人来就对了 老船来就对了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你是不是不知啊 你的船能有人坐 你的船能有人用 你如果真的要老船来 那大陆更高兴了 你以为 你以为你是小 还是我是小 你是我比你大好几倍 那现在再加上我们的陆委会主委 也来叫板说 就是因为你们没有把治安管好啊 对不对 你们纵容大陆的船只啊 好啊 你要我好好管 是不是啊 我管给你看啊 今天如果中国大陆 要真的公权立直法的话 你台湾就靠边站 都没你的份了 你所有彰显主权 这些东西都是两岸过去 互相的谅解默契 没事就好 更何况惊吓海域 本来就是水融与水 雪融与水 而且非常的融洽的一块的地方 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些 这种事情 那今天搞出来这样的一个事情 而且本来一个 大家觉得很单纯的事情 没有必要把它恶化 没有必要搞得这样子 结果呢 台湾的执法单位带头说谎 台湾的公权力部长带头说谎 连什么就把它当车祸处理 这种话都敢说得出来 我看管贝林是慌了吧 他是乱了吧 这怎么可能是当车祸处理呢 那就表示他有问题 他今天是不是心虚 是不是越描越黑 是不是不能面对 是不是不敢面对 那今天搞到这边 你总是要收拾残局啊 到底是怎么样 我刚刚一开始我就讲了 诚实才是上上策 那么台湾到底有没有寄出 不合理的这种命令跟政策上级 要求第一线的海巡署 去担这种不必要的风险 然后今天出事了 就搞这一招 搞这一套 我看希望接下来 真的能够好好的调查清楚 然后呢 民进党政府不要再犯傻 不要再像管碧玲这样子搞 这样搞下去的话 我看不只是惊吓海域 而是两岸之间将会永无宁日 很多民进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是 我们看新闻就知道 现在连警察巡逻开罚单 全程都带密录器呀 结果我们的海巡人员 在海上拼搏去登检 遇到的突发状况 比警方执法还要更复杂 但是竟然完全没有录影自保 这不奇怪吗 根据海巡单位自己的内规 只要执勤或是遇到反抗的时候 都是必须要录影录影 保全市政的 那么既然在执勤的时候 录影设备跟枪系一样 是标准配备 那结果整船的海巡人员 没有一个人带密录器 就跑到第一线去驱离 大陆的船只 这跟我们的官兵上前线不带枪 到底哪一个比较荒谬呢 那么海委会说依法执法 那行政命令是不用遵守的吗 我们自己的法规 然后我们自己的人不遵守 这有道理吗 惠文哥 这个非常不幸的意外 发生在2月14号是大年初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今年农历春节的 元夏节都还没到 那谁会在2月14大年初 然后去让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我认为 我们的海巡第一线的弟兄 是执法过当 那应该给大陆 这个罹难的这个渔民 一定的赔偿或者补偿 这个人道的关怀是应该要做 那最近很遗憾 现在有一些叉叉在讨论说 要特赦成随便 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 这个事情 这个海远宇我的结论是这样 我先讲结论就是 应该是公布录影带 以我以前跑海巡署的经验 我跟你讲会有录影带 不可能没有 说没有是骗人 公布录影带 那我们的相关的海巡人员 可能会有这个过失致死的 这个刑者 然后蔡总统特赦他们 应该去特赦这些海巡人 因为他 我相信他不是故意的 因为在执法的过程里面 这个种种的原因 这个过失 过失致死 他不是故意的 所以应该特赦他们 而不是特赦沉睡 陈美军应该把他抓起来 关起来 这个新来的 这个我不认识 新的海巡署的副署长 我是不认识的 他今天说 他们都没有意见 这些两个生还的渔民 都没有意见 这种谬论 跟自由时报 昨天带的风向是一样的 他们这个大陆的渔民 生还的都没有意见 怎么会没有意见呢 他们一回大陆 就去接受央视的专访 都没有意见 人家是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在金门 他当然 他问你比如 他当然说没意见 我如果在大陆被抓起来 我也说没意见 我先回来再讲 我先回来 然后再找蔡正元 或曾立文 张家俊是先任立委 找张家俊比较有用 就是跟他哭诉 我被抓到 我一定说我没意见 你先让我回台湾再说 回台湾 我再开记者会 怎么会没意见 人家就是因为有意见 我给大家看 这个今天下午最新的 这个我也看不太懂 这个做成一排 这些都是我们海巡署的 这个官员 开记者会 我跟大家讲 昨天之前 我们希望海巡署说明 海巡署被下风口令 不准讲 可是今天下午 为什么开记者会呢 是因为这两位 这两位就是 申还的大陆渔民 你们去央视的专访 讲了一大堆 所以我们的这个海巡 必须回应 你们因为你们指控 指控说这个 那海巡署解释一大堆 很抱歉 我实在看不懂 看不懂他们在讲什么 但是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 刚刚哈云也提到 这个是改口了 2月15说蛇形翻覆 2月20说船船船有多次接触 今天改了 叫做痣状翻覆 有三个版本 我们要不要投票一下 你相信哪个 怎么会这样子 最新版本是痣状翻覆 那为什么一个意外 我再度强调 我相信我们的海巡弟兄 不是故意的 什么开枪什么 那是更不可能 我跟你讲不可能 那为什么你会有一件意外 会有三个版本呢 你不是跟我讲说 有船船船有多次接触 今天就不谈了 今天叫做痣状翻覆 最新的版本 那这个是确定的版本吗 我跟你讲 这不是确定的版本 确定版本 要再看看 还没有 可能还会再改 所以大陆的朋友 你们为什么台湾一个 这样的一个意外 为什么会有三个版本 这样子改来改去 这个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就理亏了 光这一点我们就应该道歉 一个海上执法的 就像刚刚郑委员讲的 这种routine的东西 会闹出人命 就是我们的错 你说他们 他们是三无的船 跑到我们金门的 这个东部的外海 这样子什么 你要去讲他是可以 他可能有违规 可能有违法 可是他不应该死 对不对 那怎么会这样的一个 弃谷的过程里面 造成这样人命的伤害 那我们还不认错 还不公布录影带 就赶快把这个事情 平民下来嘛 不然你就会有像这种 这个危机论者 就像蔡振元一样 怎么台北股市会下跌 什么大家看的心情都不好 对 大家再请蔡委员解释 那蔡委员讲的 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啊 蔡振元已经把最坏的状况 讲给你听了 我们还在这边 所以这个主持人 我的结论是这样子 我们我们预料的 没有人希望两岸这样子 没有人希望 那我们发生这些很遗憾之后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要赶快停损 要赶快危机控管 该道歉就道歉 该赔偿该补偿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把真相告诉大家 这因为观众朋友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大陆的同胞看到我们说 你们台湾的政府 比较人性 比较注重人权 你们很在乎我们大陆渔民的死亡 应该是这样子才对啊 对不对 那如果你想想 如果今天是我们的渔民 在这个厦门的外海 然后两个死了 那还得了啊 那不得了 那我们换成我们群情激愤 所以我们要有同理心 我们要赶快把蔡振元假设状况 统统把它拟平掉 蔡委员是这个动足机先 但是我们不能让蔡振元 他 scenario的那个最可怕的 不能发生 那个发生就会出现一个什么状况 就是美国最喜欢的状况 各位观众朋友 很多大陆的网友 这几天喊打喊杀 我告诉你 我这样讲 我负百分之百的责任 你看看乌克兰 乌克兰已经打两年了 2022年的2月24日 打到现在快两年了 对不对 那美国为什么要讲话 美国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 最希望两岸 是谁 是美国 真正有智慧的台湾人跟大陆人 两岸好 大陆才会好 两岸好 台湾才会好 两岸叶叶叶叶 大陆不会好 台湾也不会好 那最希望大家 这个炒来炒去的就是这个 给你们 你们要自治 少来 你这里送家庭 你少来这一套 我们不能让美国得逞 你看俄罗斯跟乌克兰打起来 谁最高兴 美国最高兴 美国都不用派美国大兵 他给你钱 给你军火 你们去打 死的不是俄罗斯人 就是乌克兰人 我们不能让这种乌克兰的悲剧 发生在两岸 所以这越界的大陆船 到底怎么翻的 惠恩哥说已经有三种版本了 然后执法的过程 有没有录影呢 民进党政府的说法 好像也是一变再变 好 就算这大陆船 真的是不法越界 可是这个案件 造成了两个人死亡 我们的执法单位 势必得要清楚地 还原整个过程 来厘清所有人的疑问 才能够给对岸 给受害者的家属一个交代 陆委会的邱泰山主委说 调查有结果 一定会通知大陆 结果超过了一个星期 是金门地检署出来 告诉大家说 又发生碰撞 我们才知道 原来是因为 这个叫做碰触之后 才导致翻覆的 好了 那过程到底有没有影像 现在说是没有影像 那这不让两岸 原本就已经薄弱的互信基础 已经完全崩解了吗 陈建仁还有绿营 现在说我们都是 依法执法 没有隐匿 站得住脚 问题是 我们连个执法的影像 都拿不出手啊 所以到底是谁的疏失 如果法规规定 必须要有录影存证的时候 竟然拿不出 这样的一个影像 那拿不出这个影像的人 不是因为他的疏失 而使得中华民国的国格 我们的信誉 通通都受到了损害吗 那是不是应该要被救办呢 到底是谁让台湾 有理变成 没有理变成 百口莫辩呢 家具委员怎么看 针对这一起 遗传意外 那首先我们绝对 支持政府执法 但是其实它也是一个悲剧 所以对使者也是 我觉得应该表达 这个关切 还有哀悼之意 那我觉得 这个海委会 主委管壁林 他说没有录影 这个其实是真的非常值得大家 去觉得说怀疑 为什么呢 因为包括海军的舰长 等等都出来发言说 他们只要跟大陆的渔船 一靠近 甚至在相当的距离之内 这是standard procedure 就是要赶快把密录器打开 这是他们自我保护的机制 他们必须把这些影像都录下来 然后等于是说 到最后如果有任何的意外发生 才有所依据 那为什么会没有录影带呢 是真的没有 还是内部有人指挥说 要说没有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众说纷纭 那包括说刚刚所讲的 海巡署的说法 从蛇形俱检才不胜翻覆 到他是被我们撞翻的 造成两个人死亡 其实前后说法不易 也引起大家很多议测 那所以呼吁 真的政府要尽快的还原真相 尤其是这一次的事件 已经深深的影响到了渔民的权益 他的生计 他可能要减少捕鱼 甚至说也连带影响了 这个金门的观光 金门的观光 现在大家也会觉得 是不是有一点害怕 不敢去呢 那这些我觉得 民进党政府做事 有一点点 这跟台中食安的问题 有一点像 你看龙秀燕发现了 这个有这个 这个什么希特布罗的存在之后 中央政府一再的谢责说 这绝对是实验室污染啊 这就是单一事件啊等等 这跟这个事件 其实逻辑上是一样的 他都把责任推给别人 就是他们都完全没有责任 我觉得这才是值得 我们大家觉得 也很疑虑 也很伤心的 就是说我们的政府 没有在 就是没有在一个 正常的思考逻辑上面 他没有要负起责任 然后告诉全民真相 然后也不愿意说 面对 像之前那个十年前 我们的渔船 那个广大信号啊 在菲律宾被撞翻 然后甚至有一人死亡 那个时候 菲律宾的政府 他的渔船就有录影了 那难道我们台湾 还没有十年前的 菲律宾先进吗 为什么我们的执法人员 会没有把它录影存证 而且是不是一个人 是四个人 四个人都没有开 我觉得这件事情 真的很值得 大家好好去思考说 到底他们想要 隐匿的是什么 到底为什么说 包括说 海委会主委管碧林 他说过程中 全程没有录音录影 大家觉得这样合理吗 另外我记得 2016年的时候 管碧林那时候 在当立法委员 在2016年3月7号 他的脸书上面 那个时候是针对 那个宪指部 没有录影的一个贴文 他说 这个是国军宪兵史上 最大的乌龙 那现在是不是 海巡史上最大的乌龙 然后他也说 该下台负责的人 要有自觉 那管碧林有没有自觉 那甚至说 不可以拿基层当替死鬼 所以我觉得这三句话 也应该送回给管碧林主委 好好地思考一下 当然他要不要下台 这要留给行政院长去判断 但是我们都支持海巡署执法 只是没有录影 有理说不清 反而委屈了第一线的执法人员 宪兵不可以没有录影 可是海巡可以没有录影 这个标准不知道是谁帮他们定的 不过前海军舰长吕李斯透露 在十多年前 他曾经有在市区距离大陆的科研船 非常接近的时候 船舰一度进行到距离对方 9到3.5公里的时候 当时他们的军舰已经开始录影了 既然海巡承认两艘船曾经有多次的擦撞 这不代表两条船已经非常接近了吗 那在接近之前这几公里 难道不知道应该要开始录影吗 赵浩康就说了 其实这个大陆的船只越界 驱离就好 到底有什么道理 一定要高速的逼近而发生了碰撞 导致翻覆呢 那么现在除了人民政府 先用侦查不公开当成理由 不公布录影画面 后来被逼急的说完全没有录影 好啦就算追逐的时候没有开录影 那出事之后 比方说你搜救的时候 急救的时候 为什么不开录影呢 到底是真的没有录呢 是完全身上没有带呢 还是带了之后呢 没有开呢 还是说开了之后录了 以后被洗掉了呢 还是明明手上就有 可是现在不能拿出来呢 到底真相是什么 民进党想要掩饰什么吗 蔡委员 刚刚海巡署奉命出来 召开了记者会 它的理由是什么 自撞反腐 什么叫自撞 它是撞安全岛呢 还是撞消防栓 还是撞路灯 还是撞其他的车子 这交通意外 我们经常讲说警察追捕 这个什么逃犯 违规的啦 他自撞身亡 我们当代陆地上很多东西 可以自撞 那我搞不清楚啊 我要问那个花连人 比较慷慨 海上有什么东西 可以自撞 我始终想不通 唯一的是什么 他撞什么 撞我们的海巡船 我们的船嘛 请问你 如果我今天开了一个货车 大卡车 我跑给警察追 我可以去撞警察车哦 我骑一个小摩托车 我敢去撞警察车吗 我逃都来不及 我敢撞警察车吗 这个辉文兄是社会记者出身的 你应该知道嘛 对 一个小船 你说哎呀 我的海巡船十吨 你知道吗 那个小船有一吨吗 逃都来不及啦 什么可能来撞你呢 所以我是觉得 到今天还在说法 是谁指示你说法呢 不就是管毕临吗 还有谁 就是你今天开这记者会 没有管毕临看过 你敢出来开吗 管毕临看过你这样讲 就表示你还在奉管毕临的命令 在说法 你还在奉民进党的命令 在说法 从一开始说到现在 哎呀 蛇行 自行翻腹 那接下来 检察官讲说 哎呀 是碰撞 后来你自己也承认多次碰撞 那现在又讲说 自撞翻腹 就是你撞他嘛 你大船撞小船嘛 这还要解释什么 那你为什么要撞他呢 你不是讲说驱离吗 驱离有时候要撞吗 我不懂耶 通常我们在驱离就是靠过去 喊喊话 请你走路 叫驱离嘛 你讲扣船 你讲抓人 然后这些陆委会 邱台山少说也蛮懂的这些国际法 我不晓得台道法律信心的人敢选哪个主的 就要问问政令人 你怎么要求对方严格执法 对方严格执法谁吃亏啊 对 是我们吃亏你们搞错了 哎呀我们很开心 画了个什么 近限制水域 什么近限制水域 就是陵海跟比邻区 不要忘记哦 大陆的近限制水域啊 是把整个金门岛全部包围在外里面的哦 都他的陵海哦 里面哦 那请问你 我们所有进入金门的船只 如果他要什么 严格执法 我们船他进得进去吗 什么时候他准许我们经过他的陵海 就是你画那个框框以外都他的啊 你怎么进去 他有批准你进去他的陵海吗 都在他的陵海里面 都24海里内 你不至少麻烦吗 人家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说 哎呀两岸啊 这个你好来好去 我也不为难你 你也不为难我 我们的移民到人家的海域里面去补医 什么时候被追击 什么时候被逮捕 什么时候从哪里没有 你爱来就来 你爱去就去 所以他移民讲得很好啊 你们我们就补油 从哪里没有为难你啊 你只要有台湾身份证啊 什么台胞证上岸还可以什么 还可以上KTV 你问问我们的移民 有没有这回事 任何一港都开放 给台湾的移民 那我们什么 我们有没有懂得互惠 互相互相 他本来只好就睁一只眼睛 闭一只眼睛 那你今天啊 我们自己的观光船跑到人家的海域里面去 这海域是我们话了 他们不承认 可是我们承认他是他们的海域哦 他上船检查人家喊什么 民进党那些侧异啊 观念喊什么 哎呦 惊吓台湾人民 伤害台湾人民感情 那你是在说什么 你既然把执法的慰藉 包括朱立鲁也很笨 在金门就不能讲执法 讲默契 你执什么法 你拿什么法来跟我执 我跟各位解释 我们在台湾岛周边 四边都是海 几百公里外才有看到陆地 所以你爱怎么画 领海近限制随一随 你画也没有人管你 可是你金门跟大陆这么近 全世界没有例外 你要画中线 是你自己讲的 必须有同意 双方要签协议 我们今天从来没签过协议 就像说钓鱼台的海域 跟大陆管辖的海域 两方面没有签协议 那条线画在哪里 不是你说了算 我们画了没有 没有啊 那你今天这个事情出生 你说哎呀 我要执法要严格啊 你执什么法 你在什么地方执法 你有没有搞丑啊 那个在重叠水域 你有什么搞丑啊 他今天不承认你啊 以前是默认 现在公开否认 然后还把海间船开来给你看 你就执给我发看看 就像曾理文讲啊 怎么很多车语 民进党车语讲说 我可以钓个大船 老人来 你老老看啊 你在人家的堂口 我引用绯闻的讲话 堂口 我们有没有用错 你在人家的堂口面前 你在消什么章 我是觉得有够笨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针对陆船翻覆 大陆开始出招 昨天国台办发言人 朱峰联开的记者会 直接说要公布真相之外 还要严惩相关人士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 包括了金门海警 登检了金门的观光船 然后呢 连马祖都出现了 三艘大陆的执法船只 就连我们的国防部都讲话了 国防部说什么呢 要求外岛跟海军 要开始做好冲突的资源准备 美国人也很紧张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苏利文跳出来讲话说呢 反对两岸任何一方面 破坏和平与稳定 希望两岸赶紧对话 看起来显然很多人认为 现在情况是相当的紧张了 可是我们看到 我们现任跟未来的总统 蔡英文跟赖清德在做什么呢 目前为止 他们没有针对整体汉事 表达过任何哀悼之意 反而是看到是一派轻松的 出现在书展上面 在逛书展 这是不是 是太不上心了吗 难道对于两岸之间 现在身高的态势 是已经完全无感了吗 我们看到事实上呢 当然了 昨天赖清德 他在这个民党的中常会上 是有指示的 他说呢 事后应该要来妥善地处理 也支持海巡坚定的执法 要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等等 但毕竟赖清德 现在他还不是总统嘛 所以现在的状况 不是赶紧要让现在总统赶紧出来 先处理一下吗 结果我们可以看到 绿营的立委反而跳出来 说一些什么 哎哟你看大陆渔民啊 台湾说一套 回大陆又说一套啦 然后国民党还在开记者会 说我们包庇 为难我们的执法人员 所以啦 现在呢 反正一切啊 通通都可以甩锅 丢给国民党 或是在野党 就没事了吗 这样子讲 难道两岸之间的冲突 就会降温了吗 好了 现在已经不是管贝林 可以处理得了了 民进党也不赶快出来 帮忙处理一下吗 总统也不处理了吗 怎么现在碰到了紧张的时刻 说好同岛移民 结果呢 现在只知道要甩锅了吗 怎么看呢 这个 我们立法院 其实已经开议了 在会席当中 那在会席当中 我不晓得为什么 这个国民党的 非常坚持 包括民众党的黄国昌 他们都要求要开释然报告 这个是 昨天的这个 金门地检署讲说 是碰撞的 昨天的 那这个是今天的 就是刚刚这个 亥云也提到说 大陆的海间船经 他不是这个金门 他马祖 也派海间船去了 那连续这样的这个状况 我也不认为 蔡振元委员是 违言耸听 蔡振元讲的一定是有所本 有他的这个依据 那所以现在立法院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当然是金门事件的专案报告啊 对 你怎么还在讨论瘦肉精 瘦肉精除了台中那一盒之外 已经另外去抽了八百四十四盒 都是零检出啊 那你要叫陈建仁报告什么呢 陈建仁昨天说我已经准备好了 你比如说我不想听这个 你应该叫管碧玲跟邱泰山来 到底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想看那个第二艘的那个 那个巡防艇 因为那个国民党的例子 张家俊你去调一下 陈玉珍说他他有看过 你再赖我 我也要看一下 他说是第一艘没有录 就是跟碰撞那个没有 第二艘去支援的 陈玉珍说他有看过 你就公布 这样子让这个大陆方面 也能够有一个交代 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社会新闻 这个是今天刚发生的 在桃园 这个穿衫 这个是詹江春 我们朋友 那旁边这个被害人 我们就不拍他的脸 你看他被打成这样子 打到老虎老虎 这个桃园警方涉嫌寻求少年 把人家留置八个小时 什么电极棒 欧打什么的 然后呢 詹江春就出来开记者会说 那你的密路器呢 三个涉案的远警说 我们忘了开 像大陆朋友 还有这样子的 大家都说忘了开就好了 怎么都这样子呢 这潘所所长已经被调走了 分局长已经自行处分了 那要密路器的时候 大家都说忘了开 我觉得这样子不行 这整个就乱掉了 那另外一个是老朋友 这个已经调到陆委会的 这个梁文杰副主委 副主委 梁文杰说什么呢 他说我们国人要相信台湾司法机关的公正与独立性 这个梁文杰没想到去当了副主委 再跟我讲台湾司法机关的公正与独立性 我只好用一张图 让这个梁文杰自己去体会一下 你再跟我讲说台湾司法机关的公正与独立性 换一张好了 换这个我真的看不懂 为什么我跟大家解释 以前的年代是这个法院是国民党开的 以前 很久以前 李登辉那个时候法院是国民党开的 这个我承认 可是观众朋友 现在法院是民进党开的 你不知道吗 改召换来你不知道吗 司法整个都绿了 他哪有 这跟你什么公正性 对不对 我就请问金门地检署 你有真的去查吗 我不相信 那个要查要办不办 买到买而已 对不对 你说真的有这样子 有去查清楚吗 没有 因为我们的这个检查机关 他是要与大局为重 就刚刚主持人讲说 那蔡总统跟戴清泽在干什么 他们就是抗中保台 他就是不能承认我们错了 但是我必须告诉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你综合这个整个案情 发生到今天这个地步 很明显就是我们错了 那我们错了 我们就道歉嘛 为什么要让大陆有这种 师出有名的借口呢 对不对 我引述蔡正元的话 当我的结论 蔡正元委员这个给我启发很多 她说习近平是最大的鸽派 我想说如果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习近平是最大的鸽派的话 那我们问题就大了 我们还每天骂习近平 你就知道大陆的那个 那个闷锅的那个压力有多大 你知道国台办在大陆被骂成什么样子吗 跪台办 会台办 国台办留言板都关起来了 不敢让人家留言 被骂死了 我们要想说这个事情 在大陆的那个压力 那我们应该赶快把这个事情 把它这个处理好 该道歉该赔偿的 我们应该要做了 好 大陆船员指控说 我们的海巡是冲撞他们 把他们给顶翻过去了 国台办再次呼吁说 民进党政府要交代真相 但是我们的政府连个影片都拿不出来 这来不及录影的说法 引来了在野党跟舆论的质疑 结果呢 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大阵 张开了记者会 痛批国民党在为难海巡执法人员 用政治力来影响侦办 言下之意就是说 你在野党是在配合大陆吗 来污蔑我们的执法人员吗 我们当然都支持海巡的执法权 可是说到底到底是擦撞 还是是追证 其实呢 把这两艘船拉过来对比 不就是一翻两瞪眼了吗 大陆的网友对罹难者死因的阴谋论 已经是甚嚣成上 政府把检验报告拿出来 可以马上就消弭不死的传闻 可是呢 政府却急着说要火化罹难者的遗体 谢寒斌就质疑了 政府到底在急什么呢 这事关两条人命 不用证据来说话 这怎么行呢 那么美国现在都担心说 两岸的情势会失控 那么现在难道是 民进党认为靠一张嘴皮 怎么抹红在野党 就可以降温了吗 嘉峻委员 其实民进党 不管面对什么样子的质疑 他都先第一抹红抹黑 然后抗中保台 那其实我在这里也想要呼吁民进党政府 赶快诚实以对 那跟两岸之间呢 一定是要沟通对话 来取代冲突 避免这一次的意外 去影响到两岸正常的交往 或者是两岸的和平 那也避免去影响到渔民的生计 那我必须讲 包括农业都是一样 就是民进党每一次 就是去破坏两岸之间的关系 然后呢 像现在很多东西都不能够出口到对岸 不可以等于是说 对岸的这些农鱼产品 我们都没有办法出口到对岸 然后再全民买单 用我们的税金来补贴这些于农民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政府也应该担当起这个责任 赶快尽速地跟对岸诚实以对 然后好好地沟通对话 不要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意外 去影响到两岸和平 然后也影响到金门的观光 跟渔民的生计 那目前为止 包括那个管碧林主委 他针对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对岸的公务船 也登船要检查我方的渔船 那这个管主委竟然说 我方的船只可以不要停留 可以转弯 但是回顾这个事件的时候 主委又说对方是蛇行不停 所以才受减 就是不停下来受减 才翻覆的 那为什么又要求 我方的船只也要这么做 而且一般的这个渔船 怎么快得过公务船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说辞 这个无视于人民百姓的 生命财产安全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非常的可惜 然后也不应该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去年就有印度的媒体和彭博社 都揭露说 民党政府正在和印度洽谈 要引进十万的印度劳工 当时还有民众上街 陈勤来表示反对 政府写先不是说 没有吗 没有这回事吗 结果现在也有证实了 就是已经 MOU都已经签好了嘛 好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其实现在又要不承认 后来又硬要来开放印度劳工 很多人就质疑 是不是其实绿营内部 已经有人在觊觎 人力仲介这块大饼呢 而且除了人力仲介 就费用很可观之外 因为移工都要把钱 汇回他的母国 其实很多的业者 还可以顺便的来经营 移工的金融业务 背后的获利是非常的可观 那么移工仲业因为是一个 特许的行业嘛 因此呢 如果你跟政治却没点交情的人 是不敢踏入这个行业的 再再都让很多人怀疑说 现在一定要开放 让印度的移工来台湾 难道这背后是因为 有人看上了这块大饼吗 蔡委员怎么看 赖清德在去年选总统的时候 12月份的证监发表会 他公开驳斥 他说引进印度移工 是一个假新闻 大家忘了吗 就现在不但不是假新闻 而且还真新闻 活生生的正在上年当中 同一个时间里面 我也记忆中也很清楚 赖清德怎么说 如果做服貌了以后 大陆很多人会到台湾来开 理容业 台湾的理容业会失业 请问你 大陆会有十万个人到台湾开 理容业吗 那你比较一下 说造成失业 印度移工会不会这个问题呢 你说我们缺工很厉害 那请公布一下 到底是哪几个企业缺多少移工 每一家公司类似外缺多少出来 给大家看 真的缺吗 是台积电缺吗 还是连电缺 还是蔡英文总统的表哥的营造厂缺 讲清楚吧 到底哪个单位缺 还是你们的金族 哪个行业的某建设公司的老板底下缺劳工 给我们一个答案吧 但是我知道不管这个如何 这个移工本身就一个一门好生意 一门大生意 在我们台湾的内部人才仲介 大概就是会抽取一个月左右的一种 所谓仲介佣金 不管是跟企业抽 或者跟一般抽 那量大一点少一点 量多一点也差不多这样 我们就以这个标准来算好了 一个印度移工 假设一个月三万块 十万个就多少 十万个就多少 你这样随便算就知道了 就是万万就是亿 然后三万 十万个就是三 一个月就三十亿的薪资总额 一个月三十亿的薪资总额 他要抽多少 第一个月全拿的话 就三十亿了 那一年呢 对不起 印度移工是算年的 所有的外劳都算年的 然后一个月三十亿 一年呢 三百六十亿 这是个很庞大的营业额 然后呢 很多的移工啊 要到台湾来之前啊 就要先到他们的人力仲介 去付一笔保证金 这笔保证金 通常他们没有钱付 就跟银行借钱 然后跟谁借 你以为随便可以借吗 可以跟陈务人借吗 不行 陈务人不是我们所属意的金融机构 然后还要付利息 都是如此 所以先赚一笔利息费 然后把你送上来 到台湾 从你的薪水再扣回去 那谁能够跟他搭档呢 当然台湾的仲介业者 你以为是我们台湾上那些 看得到的仲介业者 不会 都是超市公司 都是超市公司 这种突然间冒出来的 那背后是谁呢 背后对啊 有某大政客在后面 或者某大派系在后面 你才能够拿到这个生意 不然会以为你成立一个超市公司 要一样生死看看 拿不到 你整天在罵民进党 你能拿得到 民进党说 哎呀我病公啊 我跟你想 如果你有点的势力的话 他拉拢你就给你小小的配额 十万给你两个 那如果是你很大牌了 而我十万 就像那个光电产业 跟那个云豹 哎呀马上就批个五万给你 他这么干啊 那你企业要人就跟他要 那还要塞红包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政客腐败供应链 很简单 所以三百六十亿里面 落到了真的移工身上 大概只有两百多亿 对啊 差额就是这样 是啊 所以各位朋友 今天突然间冒之这个 是有人竞选经位 发完了是不是 我们高度怀疑嘛 不然你赖金泽说谎干什么 对啊 所以这个东西啊 大家好好追究一下 你真的有十万 把所有的缺工的 企业 地址 电话负责 全部公布 如果没有的话 退回去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帮我们按个赞哦 立文姐怎么看 刚刚事实上蔡政编讲的 这整个完整的套路呢 讲得非常的清楚 那其实就是过去这八年来 民进党经过陈水扁 八年执政的失败 那陈水扁贪腐 陈水扁再怎么讲 就是三级贫户出身 没看过钱啊 所以呢 经过八年的经验之后呢 蔡英文执政的这八年 你继续流露的 所以刚刚说的 就是很多的套路嘛 其实不只是大家熟悉的 光电的产业 在很多的地方 民进党都是用这个方式 吸引我们来自于台湾 这个国内丰沛的奶水 然后呢 养活了他们在政治上面 选举的时候 需要的庞大的资源 那只是说陈建仁 对于一个明明就要上路的政策 你又何必在拳钱 这样子